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王老师 我们在做景点的时候 我们说阴仔和阳仔有什么区别 那么这个问题我就问得很好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基本上我们说的 还是要看龙血沙水像等等 就是要符合法度 所以把底气揽头结合 肯定就是 那肯定我们不用讲 大不是相同 那么也有不同之处 为什么有不同之处呢 比方说我们在做先人的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 它是埋在地下面的 它就是那个八次的地方 阳公讲我们讲八次 因为它 因为什么 它首先是要有生气 就是地气 我们是要有生气 葬仔长也成生气 在藏书里面开箭就讲 所以首先我们说的 首先是因为它是埋在下面 所以我们来讲的话 它肯定很注重内明堂 比方它注重一个内明堂 注重这个地方生气旺不旺 因为它毕竟是埋在土下面 所以我们说的沾层 沾层 我们说沾 我们说的沾是大的 像被炉一样 层嘛 就是我们的嘴层一样 它是小的 所以它可能以层为主 那么我们说的 如果是在我们盖房子 特别是比如说农村的房子 我们盖别墅 那么你想想 那么一小点大的地方 我们能盖吗 可能不能盖 盖的 你没地方住啊 所以我们大家会发现 包括阳公 在零都 宜都做的很多景点 包括刘江东 等等 现在网上也有 包括底嘉诚先生 就说你们发现 那个地方怎么盖房子 对不对 所以有些地方它太小了 你就得把它产品 都盖不了房子 因为它的章层非常小 所以那个地方 也没办法盖房子 所以我们说 阳宅的景点 我们还是怎么样 不带着地气 我们还是要怎么样 要堂气 就是我们的堂气 我们说的堂气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看这个堂气怎么样 因为我们要生活嘛 当然也有人说 说老师 你看啊 很多人讲 那我们的阳宅的景点 是不是要靠到水 那不一定啊 各位 那听你这么讲 那是不是靠到沿海 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 那些我们知道 包括什么马化堂啊 等等啊 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 先人的墓 怎么样 它都是在 比如说在山城里面 没有靠海 还是扒风吹的 所以很多人讲 山管人丁水管柴 不是完全对 我们要去 说讲这个没有讲错 就像我说的 你感冒了要喝水 这是没错的 但是真的很严重啊 就不是喝水 那么简单啊 所以就好比说 这个我们说的 你数什么的 跟什么想喝 那不一定啊 你发现中国 14亿人 12个山锹 都是一个山锹 对不对 都是属住的 有些人 你跟这个属住的和 跟这个属住的就不和 真正的 我们说的要交定 要计较 我们说的 不管看外表 我们要看本日 所以呢 就说 很多人说 是不是要靠到水 比如说有河流 有衡水过堂 有我们水祭天心 等等 不一定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去福建啊 中国找了很多 包括广东 两广 我们找了很多地方 包括他们出生之地的顾忌 有很多都是 后面一般都是有龙脉的 就是龙脉很明显 你不能说 只考虑水 所以说我们是堪语 这个老祖宗的东西 一定是龙脉沙水像 全方面计备 只是说有些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说 以发丁和柜为主 那有些人求柜啊 对啊 比方说很多 做官的啊 那么在古代 他都要路嘛 要求官柜 可能穴位会高一点点 对吧 那有些人会求财的 穴位会低一点点 他收水嘛 所以呢 还是有些地方 有三观穴 比如说天蟹 天 天 人 地 三观穴 有些地方 只有一个穴 所以呢 这个不一定 那么这个地方 他是发什么的 就是什么的 这个东西 我们说的是 天造地 是不是人气改的 包括我们在 林宫在修剪的时候 只能说 我们在农府的地方 比方说 给他修一修 或者说 比如说 有些这个地方 他的沾层太长了 那我们前面会结账 那么阳宫道乡 十二账法里面 会怎么样 会有一个结账 下面比如说 输个水池 输个环道的水池 比如说 把这个气 我们说借水 用这个水 煮住这个气 给它返回去 当然这里还有一点 大家记清楚 有些地方 那个地方 可以做仙人的地方 那就不能做羊子 因为他的气太旺了 房子会阵裂 所以呢 因为他这样的地方 也不够 当然呢 因为平常年 有很多东西 没办法讲 但是我想 真正懂的人 我这么一点 应该大家 有个物色经常 在外面考察很多 很多名分古迹的地方 大家应该能有所体会 好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 这个观点 希望大家指正 谢谢大家